当一个男孩在家附近的树林里 遇到一群六只饥饿的狼时 他确信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但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故事以一种非常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 托马斯呼唤了他狗的名字 但没有得到回答 幸运选择在一天中最糟糕的时候玩捉迷藏 已经接近晚上九点了 而托马斯和他的狗幸运是家里唯一的人 他的父母有急事 他们信任他待在室内 但幸运有其他计划 当托马斯不留神时 他冲出房子 跑进了狼群所在的树林 他不能抛弃他可怜的狗 所以他去寻找他 只带着一只小手电筒 他呼唤着幸运 但没有得到回应 突然 他听到左边传来他不断的吠叫声 尽管他看不到他 但他听到了他声音中的恐惧 托马斯奔跑 直到他到达一个空地 在那里 他看到幸运被压在一棵树下 对着空旷的地方吠叫 眼睛睁得大大的左右张望 托马斯感到困惑 跑向他的狗 把他的脸抱在肩膀上 问他怎么了 幸运哭泣着 把脸埋在托马斯的肩膀上 当托马斯要再次开口时 他听到了一声咆哮 几声咆哮 托马斯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苍白 一股寒意 顺着他的几辆鼓留下来 树林很黑暗 但即使是他 也能看到黑暗中闪烁着的黄色眼睛 狼已经找到了他们 从事情的情况看 他们计划把幸运当成晚餐 而托马斯只是增加了菜单 狼们越来越接近 从树后走了出来 总共有六只 他们把他们包围了起来 托马斯站了起来 把幸运藏在身后 眼睛盯着狼 他放下手电筒 弯下腰 从地上拾起一根小树枝 把树枝放在身前 开始挥舞着吓虎狼 不幸的是 他们并没有被吓倒 他们继续靠近 口水直流 对着这对人狗咆哮 托马斯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 他不停地挥舞着树枝 但其中一只狼扑向他 用牙齿抓住了树枝 他摇晃着头 托马斯对树枝的控制松了 随着他扭动头部 狼把树枝甩到了他的够不到的地方 托马斯咽了一口喉咙 他非常害怕 男孩开始哭泣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 活着离开这种情况的希望 然而其中一只狼突然停止了咆哮 他专注地看着托马斯 仔细地研究着它 当男孩注意到那只静默的狼 正在注视着它时 他觉得奇怪 它是唯一停止对它攻击性的狼 尤其是它是六只狼中最大的一只 可能是这群狼的领袖 但那不是他注意到的唯一事情 地板上被遗忘的手电筒的光 让他看到了狼的毛皮 他对托马斯来说非常熟悉 它主要是灰色的 但在前肢和爪子上 有着明显的白色和黑色毛皮的图案 托马斯的心跳加快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他无论在哪里 都能认出那双爪子 杰克 他互换着那只狼 回忆起他们共同的过去 托马斯的家庭 并不总是住得离树林那么近 他的父母一直生活在城市里 但在结婚后不久 他们决定搬到一个更天远的地方 在他们安定下来的几个月后 托马斯的妈妈怀上了他 他在一场暴风雨中出生了 接生婆冒着一切风险 来到他们孤独的树林中的房子 那个晚上经历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分娩 哭声充满了早晨的空气 在大自然的环绕下长大 托马斯在户外的美丽中茁壮成长 尽管他母亲抱怨 他仍然决心每天探索大自然 他父亲唯一的指示 是他不应该在夜间进入树林 在一次进入森林的旅行中 托马斯遇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 那时他四岁 已经对树林非常熟悉 他在他最喜欢的小镜上 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 就在他挤马之外 他眯起眼睛 试图得到一个更清晰的视野 但无济于事 他悄悄地走进那个小小的身影 当他走近时 他注意到动物的腹部迅速起伏 在他幼稚的思想中 他似乎是一只小狗 但当他去找他父亲时 他的爸爸知道这不是一只普通的小狗 他的第一反应是把儿子藏在身后 但托马斯太好奇了 一直在偷看 托马斯的父亲立刻认出了这只狼仔 并知道他的母亲不能很远 小狼看起来生病了 呼吸急促 但托马斯的爸爸担心他儿子的生命 并开始后退 他不能冒险让小狼的母亲与他们如此接近 于是停下来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一声痛苦的乌叶在森林中回响 动物听起来像是在痛苦中 父亲和儿子并不需要寻找太远 一个更大的身影躺在森林地面上 托马斯的父亲决定找出这到底是什么 他告诉儿子站在原地 走向那个身影 狼蜷缩在地上 身上有几处伤口 看起来像是被枪击的 碰巧受伤的狼是一只母狼 托马斯的父亲把他和基米外的幼狼联系了起来 他心中充满了对受苦动物的同情 狼躺在他面前 明显受伤 并默默地请求帮助 带着绝望的眼神 但他很谨慎 他知道狼是野生的 潜在的危险性 尽管他很痛苦 此外他认为他不可能活下去 看到他的伤有多严重 托马斯的父亲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是否应该在所有希望似乎都以丧失之际帮助这只狼 在他解决内心挣扎之前 母狼闭上了眼睛 最后一次呼吸 托马斯的父亲叹了口气 面对着他的儿子 他看向身后 看到了小狼 由于他不能帮助他的妈妈 他当时决定至少帮助小狼 他把幼狼带回家 并叫了一位兽医 幸运的是 小狼只是饥饿和脱水 并没有像他的母亲那样受伤 他完全知道 像狼这样的野生动物 无法被驯服 托马斯的父亲 本来打算在小狼完全康复后 将他放回树林 但他也知道 这么年轻的小狼 没有母亲 很难在野外生存下去 他再次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看到了 儿子和小狼之间 相处得很好 总是在树林边玩耍 也许他认为 幼狼可以成为他儿子的好伴侣 托马斯是独生子 由于他们住的离世中心很远 他没有朋友可以玩 所以他选择让小狼留下 但他仍然知道 当他的野性和动物本能 变得太强烈 而无法忽视时 他必须走了 托马斯欢迎小狼仔 进入他们的家 并给他取名为杰克 杰克有着独特的毛皮图案 他的爪子交错着黑色和白色 非常活跃 甚至像托马斯这样的小孩子 都难以跟上他 杰克很快成为了家庭中 受宠的成员 他和小男孩之间的纽带 变得越来越牢固 尤其是在他们在附近树林中的冒险中 杰克在家庭中待了几个月 体型似乎每周都在增长 尽管他们试图驯化他 但很明显 杰克不像其他宠物 他的野性本能 使他与众不同 提醒着这个家庭 他的真实本性 随着杰克长大 他们不得不在外面 建造一个小狗舍 让他晚上睡觉 因为他已经不能再适应 他们家里 而且说实话 晚上还让他在附近不再安全了 有一天 托马斯的叔叔来拜访 不幸的是 对杰克来说 他是一个陌生人 这使他保持警惕 他对托马斯的叔叔咆哮 不允许他通过前门 当这个男人试图硬闯他们家时 杰克狠狠地咬了他的小腿 这个男人尖叫着 倒在地板上 抱着他的腿 他被紧急送往医院 当他被带回家时 他坚持要杰克被安乐死 听到成年人们 打算对他亲爱的朋友做什么 托马斯冲出房间 来打开杰克的狗舍 他召唤他走出他的房子 因为已经对他来说太小了 然后引导他到树林的边缘 托马斯示意他离开 但是狼哀嚎着 并继续靠近 托马斯听到了背后的声音 知道他们来了 杰克越来越靠近 试图在他身上擦擦鼻子 对他来说 残酷对待他的朋友 伤了托马斯的小心 但他知道 杰克不会轻易离开 所以他朝杰克扔了些石头 最后一次看了一眼 他终于转身跑进了树林 当成年人们找到他时 狼早已消失了 托马斯感到了深深的悲伤 当杰克离开时 他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变得太大 装不下了 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哭泣 以使自己感觉好一些 托马斯的父母 送给他一只小狗作为礼物 希望他能填补 杰克离开所留下的空白 尽管幸运带来了一些快乐 但托马斯还是想念 他那个特别的狼朋友 几年过去了 现在八岁的托马斯 不再像以前那样 经常进入树林 每次听到狼嚎声 他都会想起杰克 他从未想过会再见到他 所以当他那晚 再次与他面对面时 他既兴奋又忐忑 高兴是因为他见到了他的老朋友 忐忑是因为其他五只狼还没有退缩 他看着杰克 再次呼唤他的名字 狼听到了他老朋友的声音 耳朵竖了起来 然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杰克转过身去 面对其他的狼 对他们咆哮 其他的狼犹豫了 但杰克决定 他们的饥饿比害怕更重要 他们对杰克咆哮着 其中一只向他冲了过去 托马斯惊恐地尖叫 担心他朋友的安全 但几秒钟内 杰克就让另一只狼 趴在地上 屈服了 其他的也纷纷效仿 最后一次 向托马斯和幸运 投去了眷恋的目光 他们一溜烟地跑进了树林 托马斯尝出了一口气 杰克转过身来看着他 小男孩的心跳不已 他失散多年的朋友 就在眼前 但当托马斯伸手去抚摸他时 杰克退后 又跑回了森林 泪水流过小男孩的脸庞 他为自己幸存于可怕的情况 感到宽慰 也为能见到心爱的朋友 杰克感到高兴 然而他知道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向杰克告别 让托马斯心情复杂 尽管他对可能再也 见不到杰克感到悲伤 但托马斯在知道 他的朋友 在野外过得很好时 感到安慰 带着沉重的心情 托马斯抱起幸运 朝家里走去 心中充满了 与杰克过去的冒险的回忆 回到家后 他受到了一顿严厉的训斥 他为让父母担心感到内疚 但他也没有解释自己 也没有告诉他们 他见到了杰克 这将是他们的小秘密 然而 当他那天晚上上床睡觉时 他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多么不可思议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